女排试剧杯小组赛紧张激烈 天津女排与伊萨奇巴西女排交锋备受瞩目 而A组的另一场比赛中 巴西米纳斯为了晋级 不得不全力以赴迎战天津女排 巴西米纳斯在前两场比赛中遭遇失利 再次失败将使他们提前结束小组赛征程 对手实力不俗 天津女排则有机会通过此战提前确保晋级 比赛一开始 天津女排在第一局和第三局表现有些不轻松 但最终以3比0的比分战胜对手 确保了小组出现 而巴西米纳斯在比赛中整体实力相对较弱 老将球员表现欠佳 尤其是佩娜连续失误给对手制造了机会 伊萨奇巴西女排在与巴西米纳斯的比赛过程中 第一局通过发球和篮房建立了领先 最终以25比19获胜 在第二局伊萨奇巴西女排完全掌控比赛 以25比11再胜一局 巴西米纳斯在第三局有所起色 但伊萨奇巴西女排最终以25比18赢得整场比赛 比赛中伊萨奇巴西女排的主要得分球员为 博斯科维奇和沃隆科娃 而巴西米纳斯最高得分球员为基西 两连败的巴西米纳斯无缘晋级 而伊萨奇巴西女排和天津女排成功晋级四强 在其他小组赛中 B组比赛中巴西海滩3比0战胜越南体育中心 提前一轮与土耳其瓦基福银行晋级 泰纳拉以24分创下开赛以来的单场个人最高分 超越了李盈盈的19分 总体而言 天津女排和伊萨奇巴西女排晋级四强 而巴西米纳斯遗憾出局 泰纳拉以出色表现成为最高得分球员 这场比赛的结果不仅影响了小组赛的排名 也为四强决赛埋下了伏笔 天津女排和伊萨奇巴西女排表现出色 展现了强大的实力和团队协作 成为小组赛的亮点 相比之下 巴西米纳斯则遭遇两连败 提前结束了在女排试剧杯的征程 让人唏嘘 今天的比赛将是天津女排 与伊萨奇巴西女排争夺小组第一的激烈对决 两支实力强劲的球队将展开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 争夺更有力的四强排名 球迷们可以期待一场精彩绝伦的对决 而球队的胜算将成为决定四强走势的关键因素 女排试剧杯小组赛的战况激烈而精彩 各支球队在场上展现出强大的竞技实力 天津女排和伊萨奇巴西女排成功晋级四强 而巴西米纳斯则未能如愿晋级 泰纳拉的出色表现成为注目焦点 期待接下来的比赛 看谁能够笑到最后 捧起女排试剧杯的奖杯